大家好,我是西国梁子 如果你想学习西语,了解西国文化 请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webo这个单词的西语、里语 大家知道webo这个单词 它的意思是鸡蛋的意思 西班牙人使用 还有webo这个里语的使用频率 比如我们之前学过的 关于lete还有chino的 这些西语、里语 它的使用频率都要高很多 所以本期内容非常重要 今天我主要教大家 关于webo的五个西语、里语 好,我们首先来看 它的第一种使用情况 那它的第一种使用情况 我们是和gosta这个动词连在一起的 gosta unwebo gosta unwebo 它的意思就是花费很多金钱 或者很多精力在某件事情上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este coche me cuesta unwebo este coche me cuesta unwebo 这辆车超级贵 ok este coche这辆车 我们看到cuesta 它是gosta花费这个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变位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变位是非规则的 我们要把o变成we 同样的关于这个非规则变位 把这个o变成we的动词 还有很多我们最最常用的 比方说那个能够的那个动词 poder 对吧 它也是这种变位 把o变成we这种非规则变位 还有呢就是gonda 对吧 告诉或者数数的gonda 这个动词 它也是非规则变位 它变位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o变成we 对吧 所以呢 这几类动词 它们的非规则变位 都是同一类的 好 este coche cuesta花费 花费谁的呢 花费我 对吧 este coche me cuesta unwebo 就是这辆车超级贵 是在金钱上 它的花费很大 再来看 第二个例句 los pisos de madrid y barcelona cuestan unwebo los pisos de madrid y barcelona cuestan unwebo madrid和 barcelona的 那个公寓呢 都非常贵 好 我们来看到 首先这个话的主语呢 是los pisos 对吧 公寓 哪是公寓呢 de barcelona y madrid 就是madrid和 barcelona的 这个公寓 对吧 一起作为这个主语 所以呢 它是负数 los pisos 它是负数的形式 所以呢 它的动词变位呢 我们也要使用 第三能称 负数形式 cuestan 对吧 cuestan 花费的unwebo cuestan unwebo 花费的很多 也就是金钱上 非常贵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 cuestan unwebo 指能力上 或者精力上 花费很大 这样一个意思的例子 aprender un idioma cuestan unwebo aprender un idioma cuestan unwebo 学习一门语言呢 很好功夫 大家如果在学西班牙语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 偶尔会有这种感受 对吧 因为确实西班牙语的语法呢 有点难 特别是你学到B级的时候 也就是中级的时候 它的语法呢 会越来越难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说 aprender espanol cuestan unwebo 学习西班牙语 真是一门 很好精力和功夫的 一件事情 对吧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 aprender un idioma 学习一门语言 它就是主语 ok 所以呢 我们用 那个 cuestan 它的第三人称单数 cuestan 是吧 花费 unwebo 让你很好功夫 aprender un idioma cuestan unwebo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例句 aprobar el examen de conducir cuestan unwebo 这句话的主语呢 也就是 aprobar examen de conducir 就是通过驾照考试 examen de conducir conducir 它是开车的意思 对吧 examen de conducir 就是驾照考试 aprobar 它的意思就是通过 的意思 所以通过这门考试呢 很难 cuestan unwebo 好 这时候我们要学习 关于 cuestan unwebo 它是指 金钱上 或者能力上 精力上 花销很大 这样一个意思 它的使用 你学会了吗 好 我们再来看 它的第二个意思 por uebo por uebo ok 它的意思呢 是必须的意思 没有选择的意思 大家记住 在这个地方呢 要用webo 它的复述形式 是 por uebo ok 我们来看 它的第一句 no hay otro camino hay que pasar por aquí por huevos no hay otro camino hay que pasar por aquí por huevos 那没有其他路了 必须经过这儿 必须经过这儿 好 我们来看到这句话 no hay otro camino camino它是路的意思 ok 它相比于 carretera 它是那种小路 carretera 一般就是那种 双向行驶的 这种比较宽敞的路 我们叫carretera 公路 对吧 那 camino 一般就是 小路 ok no hay otro camino 没有其他路了 已经没有通过一次路考 那接下来这次考试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通过 否则的话 你要再交一次 这个考试的费用 对吧 所以你可以说 tengo que aprobar por huevos esta vez 那我这次呢 必须通过考试 对吧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 huevos 它的第二个意思 por huevos ok 它的意思是必须的意思 大家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使用它的付出形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到 关于 huevos 或者 huevos 它的第三种使用方法 poner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poner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ok 它的表面的意思呢 就是 比方说poner 它是放置 对吧 los huevos 鸡蛋 把那个鸡蛋呢 放置 放置在哪呢 sobre sobre它是在什么 上面的意思 sobre la mesa 放在桌子上 也就是 把鸡蛋放在桌子上 它的延伸的意思呢 就是 量件 拿出你的胆量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cuando tienes problemas en el trabajo tienes que poner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cuando tienes problemas en el trabajo tienes poner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那你工作上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你应该就是 拿出蛋量 来面对 对吧 我们来看来这句话 cuando是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tienes problemas 你有困难的时候 en el trabajo 在工作当中 有困难的时候 tienes que 你必须 poner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把鸡蛋放在桌子上 量件 对吧 就是 拿出你的胆量 永远就去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 tada 第二个例句 如果 不果断的 就是 中断 这段感情的话 那你在这种感情当中 那你肯定会 继续受到更多的伤害 包括对方也是一样 对吧 所以呢 这句话就是说 sino pones ya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也就是说 如果你再不拿出你的胆量 去勇敢的去面对 这样一个事实的话 对吧 这个地方呢 ya 表示的是 还不就是 立即 表达它的即时性 te vas a sufrir 你将会受挫 mas 你会受到更多的挫折 或者感受到更多的挫折感 en esta relación 在这段感情当中 ok sino pones ya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你还不拿出胆量 来勇敢的面对 这样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 一段感情的话 te vas a sufrir más en esta relación 你将会受到更多的伤害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 webos的第三个意思 它的意思呢 就是要亮剑 拿出你的胆量 来勇敢的面对 一个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 它的第四种用法 dener huevos dener huevos ok 有胆量的意思 我们来看到 它的例句 no tienes huevos de decir la verdad no tienes huevos de decir la verdad 你没有胆量 说实话 no tienes 你没有 huevos ok no tienes huevos 你没有这个胆量 对吧 干什么呢 de decir la verdad de decir la verdad 说实话 no tienes huevos hacer hacer buentin commigo tienes huevos hacer buentin commigo 你有胆量跟我一起去跳级吗 这个地方呢 就是用问句的形式 denes huevos 你有胆量 对吧 hacer buentin 就是跳级 蹦级的意思 commigo和我一起 denes huevos hacer buentin commigo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 webos 它的第四个意思 它的意思呢 就是 有胆量做模式 dener huevos ok 有胆量做模式 最后呢 我再教大家两个关于webos的 就是固定的搭配 dogarse los huevos 还有呢 dogar los huevos 所以看到这两个固定搭配呢 一个是使用了它的一个字符形式 还有呢 一个是使用它的非字符形式 它们的意思呢 是有差别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它的字符形式 dogarse los huevos dogarse los huevos 无所事事的意思 ayuda a tu madre a limpiar la casa dejate tocarte los huevos dodo los días ok 去帮你妈妈打扫房间 不要整天无所事事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ayuda a tu madre 这个ayuda呢 它是ayuda de 什么命令式 也就是说你去帮你妈妈 对吧 干什么呢 a limpiar la casa limpiar是打扫的意思 去打扫房间 dejate dejate 就是中断做某事 放弃做某事 dejate tocarte los huevos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指你也不要无所事事 所以呢 它是用tocarte los huevos 把那个se要变成de 对吧 这个要根据你 是指的人称 来一起变为的 因为它是一个字符的意思 tocarte los huevos ok su hermano 他的弟弟或者他的哥哥 es un paco paco 是一个男鬼 很懒的人 就是懒家伙 对吧 他的弟弟很懒 no quiere trabajar 不想工作 no quiere estudiar 也不想学习 tocarte los huevos tocarte los huevos 这个词 它的用法 它的意思呢 是无所事事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它的非字符形式 tocar los huevos ok tocar los huevos 是惹某人生气的意思 而且是惹某人 非常生气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no me doques los huevos no me doques los huevos 警告某人 对吧 你不要惹我生气 ok 关于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否定其实形式 好 我们来看到这句话 no doques no doques 是你不要 对吧 惹我生气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否定 其实形式 也就是你不要做某事的意思 那 看这个tocarte呢 它是tocar 它的否定其实形式变位 实际上呢 也是使用它的虚拟式 惹谁生气呢 惹我生气 所以呢 是no me doques ok 你不要惹我生气 no me doques 在这个地方大家记住 这个me呢 不是 那个tocar 它的字符形式的 那个人称代词 而是什么 兵语 它的兵语 对吧 no me doques los huevos 你不要惹我生气 记住 好 再来看第二句 le ha tocado los huevos demasiado le ha tocado los huevos demasiado 他被惹毛了 le ha tocado los huevos demasiado a tocado 通过它的变位呢 我们知道 它的主语是什么 第三人称 单数 对吧 所以呢 比方说 三三 三三惹某人生气了 ha tocado los huevos 惹谁生气了呢 le ok le也是一个第三人称 所以呢 它指的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比方说 李四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翻译成 三三惹李四 生气了 对吧 生气到什么程度呢 demasiado demasiado 就是太过了 对吧 demasiado 是很多的意思 以至于有点消极了 以至于有点过的意思 惹他太生气了 就是我们可以翻译成 他被惹毛了 对吧 Li ha tocado los huevos demasiado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webos的一个固定短语 togar los huevos 它的意思呢 就是惹某人生气 今天呢 我们主要学习了 关于webos鸡蛋 这个单词 它的西班牙语理语 那我们还学习了两个 关于webos它的固定短语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学过的它的意思 第一个是 gostar un huevo 是吧 花费很多的意思 金钱上或者经历上 gostar un huevo 就是花费的很多 它的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bord huevos bord huevos 就是必须做模式 就是没得选 它的第三种用法呢 就是poner los huevos sobre la mesa 把鸡蛋放在桌子上 也就是什么 两件拿出你的胆量 它的第四种用法就是 tener huevos tener huevos hacer algo 有胆量做某事 或者呢 没有胆量做某事 no tener huevos hacer algo 没有胆量做某事 最后呢 我们学习了两个 关于webos它的固定短语 tocarse los huevos 无所事事 tocarse los huevos 惹某人生气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关于鸡蛋 webos 它们的西语里语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对西班牙语学习 还有其他疑问 或者呢 你还想了解 其他方面的西语里语的话 你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很感激大家 抽出时间来给我留言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看过视频之后 不一定会留言 所以呢 不管你的评论是积极的也好 消极的也好 我都非常感激大家 那你们的每一条留言呢 我都会仔细的去阅读 然后我也会尽量抽出时间来 就是一一回复 你们的每一条留言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内容 我是西哥良子 我们下期见